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那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就是 關於奧巴馬當選了總統之後 他能不能夠真真正正履行他競選的那些承諾 即是要真真正正改變美國 大家都知道了,奧巴馬是一位相當年紀輕的美國總統 47歲而已,也在政壇上是一位新人來的 而他過去跟很多前美國的總統不同的 他從來都沒有擔任任何州長或副總統的職務 在競選總統之前,他只不過是有三年的聯邦參議員的經驗來的 所以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之中,可以說對奧巴馬全部沒有真正認識 只不過在他的競選期間,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網上看那些資料 以及聽他的演詞,發現他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 我亦都有位美國的朋友,比喻他好像林肯總統一樣 原來林肯總統也是一位很出色的演說家 所以我最初留意到他競選,我都上網去聽他和看那些資料 果然是一個很刺激的,如果第一次遇到他 結果他真的當選了,他也開了很多先例 他是其中一位參選的人,可以盡用互聯網裏面的群眾力量 籌了很多很多競選的資金 當然他競選期間,不斷提及美國需要改變 大家都很清楚近年在世界上出現過那麼多問題 美國的本土那麼多風波,兩個戰場還持續在這裏 加上這個可以說是自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急容危機 其實他要面對的事真的很多 但是一般人起碼去競選他的表現 都對他有一個很深的厚望,希望他真的做到一些事 我相信當然為美國,為地球現時的狀況 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得到,當然是大家的福氣,可以世人的福氣 但是到底他做不做得到呢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機會在報章上,其他傳媒的報道,很多的文獻 都其實不斷有人討論他,會做得到或者會做不到 我最近就在假期那裏,去上面哈爾芬旅遊 亦都遇到一些朋友,大家聊起 有個人就提及這件事 他說在星相學裏面,奧巴馬在競選期間 他那個時運是很高的,但是他說在半年之後 他的時運就會很低的,即是說 如果你用這個星相學分析他,我便不認識 他們認為他可能會出現很多的阻滯 他所承諾的改變,很可能到時真的做不到 但始終也好,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他能做到 好了,大家怎樣看呢 現在,你知不知道,奧巴馬宣誓就職 直到今時今日,現在美國不見了多少份職業 50萬 即是那段時間,多不見了50萬 已經是50萬了,沒有了50萬 全美國只有3億人,很厲害 即是那個職業不見的速度 即是不是說幾十幾十,一級就幾千了 其實現在美國的情況相當之嚴峻 他自己在最近的電台,很多電台的訪問都說 即是需要時間的,至少一年 甚至他認為他在任期裏面的第一個任期 他可能都說都未必可以改得到 亦都有人,他已經部署要連任 他可能這個問題不是真的四年可以解決的 可能要連任,到八年之後才能做到 即是他都說到這個問題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他自己可以認為他自己 即是最後那把炮的王牌,就是經濟政策 扔錢進去那個經濟那裏 即是八千一百億美金,扔進去那個經濟政策 是希望推動到 推動到經濟可以復甦 但你現在看得到 即是他真的有什麼能力 去扔這塊錢出來 那個經濟都不會是他想要用像中的復甦 起碼他第一筆 即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報道 因為上一筆差不多 好像有三千億 扔了出去之後 就好像石沉大海 那怎樣用法呢 那些銀行怎樣怎樣用呢 就經常都申報不到 所以現在很多美國的國會議員都開始要猶豫了 跟著再扔多那三千億或四千五百五十億 即是他有另外一個second half 即是是不是要雜絕先 你起碼第一筆到底怎樣用 讓我們知道一下 所以聽聞好像最近那個都未通過得到 暫時還欠兩票 應該是今天就宣布這個政策 即是通過了 就宣布這個新的經濟政策出來 但暫時都未得 因為不夠票 因為下月就通過了 但上月就未通過 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計一計數 其實根據這麼多 其實現在可以數到這條數目 即是美元欠多少錢 所以填回那條數目 就是六萬億 六萬億美金 你現在第一炮 應該是最緊要的那一炮 就是可以發出八千多億 下去 即是都 即是就算全部丟掉下去 即是 需要的錢 差很遠 你那六萬億怎麼計出來 很簡單 現在所有那個 所有那些衍生工具 全都賠掉了 就是六十萬億 即是最大的 就是六十萬億 你不需要全部賠債 賠十分之一 就是六萬億 即是 現在你的意思 只是填藤 即是填藤 即是現在連填藤的能力都沒有 即是不要說 因為其實你 扔回一深層 每一次的經濟災難 其實 就一定要有一種新的工業 或新的市場 去救回來 即不是說你扔多少錢 例如 之前 我回香港的例子 初初我們做工業 工業不行 就把工業搬 不是 初初我們做鑽口業 即是和大陸做鑽口 後來做工業 工業不行 就把工業不移 就做地產 地產不行 就金融 金融現在當然不行 其實我們每一個 所有的經濟體系 都是由一個新的生意 或新的市場 才可以將舊的 即我們不見到的錢 不見到的債 不見到的債 不見到的東西 但現在你看到 即美國 現在奧巴馬總統經常提起改變 但他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即是除了印多些錢 去填寸 去填寸 因為 當然 我們不可以低估美國的實力 因為現在 美國有些改變 例如 他將布殊總統 研究細胞的政策 即可以用幹細胞的政策 批准給他做 批准給他做 那是可以 即是如果他真的用夾士 做得出來 即是有一個新的科技 那種是很厲害的 可以賺錢的 可以賺錢的 即是以美國科技可以做得到的 即是那些才能夠將整個經濟扭轉 但現在 暫時我們都不知道他做得到 那當然是要花時間 即是他這個政策 以前曾經有企圖去推行 結果又半桶水又放棄了 即是這個當然 這個一定是需要一點時間 即是我當他那個醫療科技 那方面可能有些突破性 即是那我看到很多的報道 都感覺到 起碼目前他所說的那些事情 他要怎樣去進行的改革 那個所採取的手法 是應該不行的 是吧 譬如你曾經說 馬鴿去填填填填填填填 但有些人說 你要刺激經濟 你不是把錢給人還債 你給了錢就還債債 但他都沒有再錢去消費 所以有一種的說法 他說要真正自己的經濟 是要那些人的真正的收入 是不斷地提升 要不斷地提升 才有機會可以刺激到那個經濟的復甦 也都有一個譬如 這是網上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他就說這次救市的方法 就跟美國的早年的所謂經濟大蕭條 其實性質上有點不同 如果他用的手法就好像當時的經濟大蕭條的手法去 其實是行不通的 其中一個好像的原因是當時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 美國是有生產的工業還在 所以你推動他 美國人消費可以推動他生產的運作的需求 有美國的生產復甦 就可以救到那個當時的經濟問題 但現在的問題 即是美國的生產能力都不在美國本土 即是這種救市方法 即是可以這樣說 筆錢丟下去 被那些銀行家炒炒罵罵的那些銀行家 是被他填了一個坦 但美國人到底 即是案揭出現的問題 無家可歸 被人 即是這班人的錢未必去到那裏 所以現在 你看他的報道經常都這樣強調 即是我們會盡量想辦法 這些錢是入到那些小企業的人的手裏面 入到那些人真是 屋子被人 for culture那些人的手 希望他可以保持那間屋 但最終最終的經濟的復甦 美國人的收入是要真正正地不斷地提升 所以有很多批評說他是做不到 其實都有個原因 不是就這樣說不行的不行的 他都解釋 他那個手法其實是為什麼會不行的 所以你可以 有一種的分析 其實他經常都說 口吁吁吁吁要改革改革 但你看到他委任那班人 其實都是一班舊人來的 例如有幾個委任的人 包括導致美國進入戰爭的主要的人 即是同一班人 他所委任的人 其實跟以前那班人是沒有大分別的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靠那班人 作為他的顧問 提出一些突破性的 改 即是與以前不同的思維 由他委任那班人的背景看 基本上是不會做得到 其實很簡單的 可以反過來玩醫療 如果馬上把美國的醫療政策改變 可以容許其他人在美國職業 即是合資界的醫生職業 也可以容許其他醫療方法 他就馬上不同了 但他沒有這麼想 他講的方法是 為什麼令到美國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 其實是沒有醫療的保障的那班人 怎樣令到他們有錢買到軟梳 我看見很多分析 其中有一篇文章 是一位癌症外科手術的醫生 你看他當然 他一定是由他西醫的背景去分析 但你可以看到 我們覺得他改不了 原因是他走的方向 沒有令人感覺到 他是看出問題的根源 例如大家有機會 我們以前都提及 美國有一位候選人 Ron Paul Ron Paul 其實他所講的那套解決方法 我覺得是 真是看出問題的根源 而去做的 其實Ron Paul 經常都很強調 美國從來都 美國立國的那些人 從來都沒有想過 美國要成為一個世界的強國 要世界的警察 美國只不過是他自己有自己的需要 不是現在美國所走的那條路 還有呢 很多美國的基本的 就是那個 constitution 那些 那個方向 其實呢 在近年美國的發展 在很多高等法院 慢慢的慢慢的去破除 美國是一個sovereignty state 他就不是要理到全世界的 那 Ron Paul 也都看出那個 我們經濟的問題 其實我們經常都有討論 整個經濟背後的問題 都是我們貨幣的基礎的問題 那你也都看到呢 奧巴馬是 完全都是沒有提及這個問題 那個真正的那個 那個背後的原因的 那Ron Paul 也都看到呢 我們那個醫療的問題 就是 都某個程度上 就是Ron Paul 自己是個西醫來的 那他都覺得 是那個 徹底的改變 是很緊要的 就不是呢 就是扔多些錢 來幫那些 沒有錢的人 買現疏 讓他用多些 現時的 所謂西醫的醫療方法 那所以 他完全都是看不出問題的根源 那如果我們都常常都 我們在我們的台上 常常都這樣說 那如果我們西醫的 現時的醫療方法 只能夠幫助到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的人的問題 那主要都是那些 創傷性啊 急性啊 那類的 或者必要的開刀 那佔現在的文明地方 生活的人的毛病 大概都是 最多都是五分之一的 那 我們常常都強調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用盡所有資源 只能夠真真正正有效地 你處理的問題 只能夠五分之一 而其他五分之四 是根本西醫的方法 根本完全是幫不到的 你低多些錢都幫不到的時候 那你看到 奧巴馬在他那個 改革醫療那方面 是完全都沒有看出這個問題的 那所以 所以難怪很多人都說 只有一個講字 他的物語期就很快過了 那如果我們 在我今次的旅遊那裡 遇到的人 原來有人幫他算過命 看過那個命運 那他呢 判完之後 會進入低潮呢 那真是可能有問題 其實可以更快 是 因為 他只要他的新經濟政策 一公佈 加上他的國情之文 一百日 他執政一百日 就要宣佈國情之文 一百日 OK 一些人一看到沒有了 那就很大件事 因為現在大家 人人的身家 是縮水 人人都是 捱打的 現在每個人都看著他 你看看你怎麼打救我 但原來是你打不到我 那就很大件事 我也很同意 你們兩位分析 所謂醫療改革 如果沒有一個徹底 一個改變 全部都是 舊走新平 你怎樣包裝他都沒有用 你那個效率是提高不到的 你解決不到最基本問題 至於講到那個刺激經濟方案 其實你們兩位剛才說的 我也很同意 其實沒什麼用的 他就是 你可以從某一個觀點來看 他就暫時舒緩了 目前那個嚴峻的形勢 但是你的錢 洗著洗著又沒有 沒有了之後又怎樣 又再做多些錢出來 刺激經濟嗎 那不可以無限期這樣 繼續刺激 印銀子 對 印銀子 那不可以用 它沒有什麼再生的氣法 還沒有露面 我相信 換句話 它已經洗盡它的能力 也是這樣的 舊走新平 那有什麼用 完全沒有作用 所以我自己估计,表面上的改变会有,装饰上的,但基本上的问题是改变不了。 现在变成一个期望管理,等于奥巴马看到,我现在欠这么多钱,我扔一块钱出来,每一个人都一人有一个希望, 他就看你自己可以支持我多少票,我便跟着,你可以支持我多少票,令我的总统任期多安全,我便会给你这么多东西。 但是,应该是计算了,给了这么多钱出来,都是减不减这个评论。 我现在和他计算了,计算了,很简单。 现在,全美国就用了,就是有印出来的债券,联邦债的二万五千亿, 还可以引多二万亿,即是如果令到美元安全的话,还可以引多二万亿, 但如果八千多亿,已经剩下一万二千多亿,即是说最多,八千亿用完一次, 他最多都是用多一次钱,那行不行,不行就,大家都不知道怎样了。 整个美金会想,大家都一向我们那个经济的模特儿, 整天都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钱引得太多, 但也都最近有看到一些评论, 这次美国人政府引了很多钱,但美元就似乎暂时没有跌, 即是不是我们预期会出现的问题, 那当然有他,即是说可能以前那种模式是有问题的, 那有些资料亦都分析,有些数据, 他说如果他真的,奥巴马真的用这么大笔钱, 和他每年的美国的收入来看, 那那个联邦政府的那个亏损, 是会达至1.2兆亿的, 1.2 trillion,那样, 那就是很明显这笔钱,即是继续这样下去, 每年这样增加,到2 trillion,2兆亿的时候, 那如果,那当然,如果是有起息的, 那慢慢地,即是好像首先李永康提及, 即是美国人的实力可能都不知道, 可能不可以太过低估他, 可能他真的可以有机会复苏的, 但如果他是真是扔了钱, 而完全没有去起息, 那即是一般人的对他那个深切的厚望, 如果一有动摇, 那那个骨体效应其实都是挺危险的, 那虽然他都强调, 我们是需要时间, 那他亦都在他那个接任那个演说, 都做过一个比喻, 是美国一个全总统的说法, 那即是说, 他们现在是进入一个很艰苦的, 差不多冰河的时期, 那即是美国人就要咬牙筋, 要大家努力, 那才有机会到过这个难关, 那他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已经进入延东了, 那我们是需要努力, 要花点时间, 那其实这个都是很实际的说法, 那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很多的评论都看到, 就是他目前所说到的东西, 以我们所认识的, 和他选的那班班子, 真的没有什么大的新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暂时都是令人担心的地方, 就好像你说, 他首先, 他根本没有摸到最基本的问题, 出自哪里, 第二,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 在这方面, 其实你就是说, 他做三年, 那个Senator, 其实不是, 他做了一年而已, 其他两年竞选, 他根本没有做到, 因为全美国走去, 去去竞选, 他没有做到议员, 所以其实他真的很多事情, 我的看法他真的不懂, 他不知道, 他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领袖, 其实我就很怀疑这一点, 但我说回美国现在的情形是多严峻呢, 加州非常有钱的州, 阿洛斯和阿西尼加做州长, 现在埋单, 计算一计算, 他现在是欠了四百, 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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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几亿美金, 嗯, 即是说, 即是说, 现在就要, 真是这个世界, 原来竟然是有灾官的, 即是说, 他将会加州是有些官, 即是有些官员, 按那个重要程序, 是有些官, 将会是没有良出的, 嗯, 加州已经破产了, 已经破产了, 还有呢, 除了破产之外, 就是会出IOU, 现在竟然这个世界, 即是除了大陆会出IOU之外, 加州都会出IOU, 好, 即是八条, 好, 那我们休息, 数分钟之后, 我们再继续讨论今晚的讲题,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好, 那我们继续回来今晚的讲题, 就是奥巴马能够改变美国妈, 那我们今晚的嘉宾, 除了李永康, 和James都在一起, 好了, 那我们主要都是, 看看各方面的讨论区, 和外国的那些, 雜誌的那些文章, 对奥巴马的观点的看法, 其中有一个文献, 就是说, 叫大家醒来吧,奥巴马, 他说,奥巴马只不过是一个, 犹太一个极端尤泰组织的, 披着羊毛的狼,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呢, 原来根据他们的分析, 这次奥巴马呢, 在竞选期间, 支持他那些人, 很多是犹太人, 和犹太的银行家, 和犹太控制的传媒, 比如荷里活, 所以他们看到, 原来他其中有一个竞选的基金, 资金, 很多都是由这个背景的人, 贡献出来的, 在投票里面, 80%是犹太人, 那为什么呢, 我们都看到, 在最近犹太军诈, 和入侵巴勒斯尼亚, 那件事, 很多的网上, 很多人都把这件事, 丢上网上给你们看, 比如在Ghasa, 起码有1300人死了, 有6000人是伤残的, 其中一半都是女性, 和儿童的, 有4万个屋, 和建筑物都可以说, 被毁灭, 和严重破坏, 很多人都变成无家可归, 而相比, 在以色列, 只有三个平民死亡, 你可以看到, 在传媒里面, 其实很少说这件事, 大家都应该开始了解, 其实美国的传媒, 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犹太势力的, 所以在这里, 你真的看不到讨论的问题, 奥巴马在很多次, 被敏感这件事, 他都是违避的, 因为当时他说, 因为他不是总统, 他不应该代替美国总统, 评论这件事, 当然他在其他方面, 他不是那么厚密的, 但是到最近, 他上了任之后, 他对这个问题, 他都是不多置评的, 所以很多人说, 他根本是犹太人的, 第一位犹太人的总统, 他所委任的其中一位, David Axelrod, 都是一个犹太Zionist的, 一个极端的组织里面的分子, 所以他们这样看到, 这次是不扣的, 代表犹太人的, 美国总统出现了, 所以这个也评论他, 他在处理巴勒斯坦, 或者中东的问题里面, 其实他很大机会, 都是受制于受控于, 就是犹太组织的那些力量, 其实美国的政坛, 其实很多都是犹太人的影响很大, 是的, 戒戒总统都是帮以色列的, 是的, 起码表面上是帮以色列的, 虽然你说布殊总统, 自己家里, 就跟那些, 埃及的那些油长, 全部都是好朋友, 是的, 有时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哈哈哈哈, 两边他们都这么亲, 总之要你们打生打死, 开心, 所以, 不过你刚才说到, 就是奥巴马, 怎么样, 他, 他, 竞选的时候, 说的那些东西, 其实就很虚无缥缈, 只有港字, 根本没有实在义, 到他上了任之后, 他就只懂得洗钱, 什么都不懂, 那你洗钱, 改不改得到美国呢? 我就很怀疑, 并且, 其实这个问题, 你可以从几个观点去看, 从那个经济观点来看, 奥巴马就没有什么经验, 从政经验, 如果从班底来看, 很多人很容易看得到, 他用回都是旧班底, 因为他说,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在他的政策上, 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 表面上的改变, 这些装饰上的改变会有, 但是最主要的改变, 就一样没有的, 那些鹰派一样是控制了白宫, 所以, 你从不同的观点来看, 我就看不到, 它是真的可以改变到美国, 全部都是, 就是跟以前那些总统一模一样, 竞选的时候, 是讲一套东西, 竞选到之后, 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东西, 即是会说, 只有一个讲字, 是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结果, 会出来, 你怎么看? 美国呢, 就改变不到, 但是全世界局势, 就有很大的改变了, 因为, 你想想, 现在其实美国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 都回去, 即是不再做世界警察了, 回去自己本土了, 即是, 除了是, 除了是, 以色, 即是除了是中东, 即是中东, 即是有一个游的关系, 你这个, 这样说法, 我就很怀疑, 因为我知道, 美国在这方面的野心, 不会减退, 只是有增无监, 所以, 你说, 他不会继续做, 世界警察, 我就真的很怀疑, 野心和能力, 他当然有野心, 但现在没有了能力, 你想有国外交政策, 只有两件事, 最重要是钱, 和军队, 他现在两件事都没有, 嗯, 你说得也对, 就是, 起码他那个经济上面, 那个压力就非常之大, 所以呢, 其实, 亦可以说, 那些, 那些, 就是, 会有大件事爆,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就是, 他那个, 他那个, 操纵世界, 这个这样的意愿, 我的看法就是没有改变, 但是, 就是因为, 现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之下,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那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 又开始, 再爆些其他大件事出, 这样的话, 他就会搞到世界, 乱了, 那些, 他反而经济对他来说, 那时, 那个影响就反而, 就反而变得没那么大, 就是, 当世界, 全世界亂的时候, 他自己的那个亂, 就变得没那么重要, 就是一个相对性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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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更大的问题, 对啦, 那一个大问题就变成了不是问题了, 所以, 我自己私下猜, 为什么我猜, 2009年, 胡佑大学也爆了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自己本身很大的问题, 根本解决不了, 那么, 他唯一可以解决, 就是转而视线, 就爆另外一个更大的, 就是, 可能在美国本头, 也有可能在世界其他国家, 这些很难说, 但是, 就是, 他这样一搞, 就搞到世界更亂的时候, 他自己的问题, 就相对来说, 就减低了很多, 起码的注意力都不会在上面, 并且, 你如果世界, 全世界都缜缜缜的, 那你, 美国缜缜缜, 相对来说, 就OK了, 对吧, 可能比全世界更好, 你说, 如果全世界太平盛世, 他不是, 那就是人家的眼睛就能看得到, 很清晰的, 所以, 这些是扯开了另外一个话题, 还有, 现在奥巴马开始, 就是, 运用那个, 代罪羔羊的方法, 你有没有留意到, 他一上场, 立即就说, 第一, 人民币汇率偏高, 是的, 我也很惊讶, 第二, 第二, 我们为什么中国人, 存钱存得这么多, 哈哈, 这个不是他说的, 他那个, 他那个, Chief Financial Officer说, 是的, 是的, 为什么中国人存钱, 如果你跟中国人说, 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不能多存钱, 好像美国人大洗, 哈哈, 他这个也是很typical, 美国人的作风, 就是推卸责任, 永远都不是他的问题, 如果他的东西做得好, 他不需要用这个东西, 他不需要推卸责任, 做得好一点, 即是, 如果他的政策这么好, 他不需要找代罪羔羊, 就是他现在, 他自己都知道, 他的东西推出来是不够的, 所以先找几个代罪羔羊, 是的, 所以, 其实, 你可以预计得到, 这个物业期, 其实, 你刚才说, 这一件事, 对我来说, 是很明显, 显示到, 是什么呢, 是奥巴马改变不了, 这个美国的命运, 因为, 他, 当他将责任, 给了人的时候, 他自己是绝对没有能力, 可以改变到那个结果的, 是100分之100, 这个是我自己, 从我自己经验, 是观察到得来的, 你任何一个人, 或者国家, 如果他对自己, 发生的事, 不负起责任, 他是没有能力改变, 所以, 如果他这样说, 就好像你说, 找了代罪羔羊, 亦很明显地显示, 他是解决不了, 美国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 最大问题就是, 好了, 美国的问题解决不了, 那美国解决不了问题, 就变成是我们的问题了, 香港要奥巴马救, 中国要奥巴马救, 你想想, 我们每个人的钱, 都有很多, 很大部分的成分, 都是美金来的, 美金挂钩的, 是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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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大问题的时候, 我想, 这个挂钩会断, 即是, 如果真的影响到香港经济, 到那个地步, 不断, 会拖垮香港, 我想到时会有, 很突然的一个转变, 那个policy, 我猜, 这个是我的猜测, 因为, 到目前为止, 就是OK, 并且, 中国政府, 有一个顾虑, 如果, 美金的币值, 因为它花了这么多, 未来钱, 价值是降低的, 即是, 换句话说, 人民币会升值的话, 会影响中国的出口, 所以, 变成中国政府, 也硬硬地, 将人民币压回来, 即是, 差不多好像, 跟美金挂钩那样, 达到这样的 effect, 目的是, 就是想维持中国的经济, 可以继续平稳地发展, 嗯, 但如果真的, 到了有一天, 如果美金突然之间, 下跌, 中国政府会如何, 採取什么行动呢,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我就看不透, 不知道它到时会, 有些什么行动, 当然,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全世界都会, 会大乱, 那时候, 我想, 你无论做什么, 都不行, 这个是比较灰的, 一种看法, 那在金融的改革, 其实, 他也提出了几样东西, 应该可以说, 很明显的, 应该要做的事情, 即是, 那些, 那些, 银行界, 金融界的人, 改革那些人的工资, 就会有常限, 是吧, 好像40万美金, 我知道, 但这些都是很表面化的事情, 就是, 就是, 现在,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你这些人, 拿这么高的工资, 拿回1元的工资算了, 就是这样, 没什么意思的, 这个问题不是, 他那些人, 拿1元的工资, 要拿40万美金的工资, 现在,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真的不见到这么多钱, 经济很差, 每一天, 都有100班人在排队, 等着失业, 每一天, 我们的工厂, 公司是不够订单, 是想要缩起, 我们这些是, 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解决它, 要不然, 就会这样缩, 缩到最后, 就是我们连自己自救的能力都没有了, 因为公司的规模, 始终是有限的, 我们不可以一步这样缩, 一步这样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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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没有了, 我们不可以无限承受的, 其实呢, 你知我其他的研究 关于free energy 其实美国是有那些科技可以把自己从铛那里拉出来的 它是绝对有这样的能力 但他们这些东西就不会使出来 到今时今晚都不会再拿出来 当然Conspiracy theory 根本控制这些科技是后面那群人Illuminati 不是现在的美国政府 所以他就不会拿出来的 如果他不拿出来 奥巴马怎样搞都救不了美国的经济 这是我的看法 但如果他拿出来就行了 因为效率会突然提高很多 你说不需要用石油 自己会产生电的设计 你只是这些东西已经够了 你什么都不用了 你解决了你的能源的问题 立刻 他委任那个是否那个环境或能源部长 能源部长 姓朱 这位中国的学者近年来都是致力于尋找那些所谓另类能源 那些表面功夫来的 说来说去都是那些风能太阳能 那些什么Ethanol 那些植物发酵出来的代替石油 这些全部都是陈康构调没有用的 这些全部都是没有用的 这些说出来是得盖笑的了 不知道听了多少年了 没有作用的 那这位华籍科学家 他过去只是说这个层面的东西 对了 没有啊 好像我们讨论 背后那些没有人知道的 那些高度秘密 尤其是这些正规科学家 他们根本不去研究那些东西 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他自己不会研究那些东西 这些人反而 如果和我来比较 我是一个初歌 我是一个amateur 根本不是正职的 我反而知道这方面的更多 因为他们不去看那些东西 可能看了不方便说 这个可能都有 但我很怀疑 因为如果他们去到那个层面 他如果真的看到这些东西 他起码会推动各方面的research 当然你可以说 或者有人在背后 你不要搞我 你搞我 你没命的 这些是不知道的 只是猜猜一下 但是我自己 因为我和很多教授 谈过关于这些东西 我知道他们根本对这些 认为不可能 对了 他认为一句说完是不可能 所以他不会去看 为什么他们说来说去 都是间时那些东西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新东西 他们也是 因为我认识一位朋友 他也是在Waterloo 所谓的engineering physics 我和他一说这些东西 都是令到很把火 他自然是封闭的 你怎样说 他的目的就是要怎样 证实给你听 是不可能 不可能 好像你所说 在他们的学术界里面 出来的那些人 他们已经 下了判断 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需要花时间 你如果认为 可能 例如我刚才所说的 例如我刚才所说的 Astronaut Edgar Mitchell Edgar Mitchell Edgar Mitchell 他自己是教授 他自己是教授 是吗 Edgar Mitchell 那些学生 在聊这些事情 立刻被人排挤 是 那他排挤到 他很痛苦 那时 他就想离开 但因为那些子女 还在读大学 他 financially afford不到 所以他一路继续教 直到那些子女 不失业 他立刻退 自己就搬去 Equadar 他就是说 很痛苦 因为这些事情 和那些学生 分享 他们立刻把你 避免 把你隔离 你直接没办法说 这些事情 所以我很肯定 就是 正规的科学家 他不会看这些事情 就算你有一个人提出来 立刻被人杯葛 那你死了 你都不可以做任何事情 做到出来 所以 无论他找哪个做能源部长 那个东西有多厉害都好 都是没什么用 但是 秘密的政府那一面 他们是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他不拿出来 那你就没有了他的负 这件事 有时我都困扰着 这些资料 我们都看到 我们上网 我们都看到 没理由 他们完全都是 不好奇的吗 你自己的方法 都是很局限的 改善 一些 我们都常常在网上看到 全部都有报导 60 Minutes 2020 都有访问这些 发明家 可以拿水来行车 行电单车 所以有时我真的都不知道他怎么看 但起码 在外交方面 很多分析都认为 美国仍然是 当然想维持一个地位 所以美国的 刚才所说的 美国立国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领袖 从来都没有想过 美国需要做这些 那些 那 虽然他表面 就 有一层 温柔的外壳 在那里 就是说 比如跟伊朗 我们会 我们需要谈判 那我们跟他们谈判 我们都不需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之下 那就是变成了很多的国家的领袖 都好像有少少希望 可能有改善的余地 所以 但是始终 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问题 起码他 目前说到他的解决方案 都是很表面的 我想绝对是表面的 伊朗这个问题是一个Taking Time Bomb 肯定会爆 问题是什么时候 没人知道 好像上次你跟我说 今年九月 据说 应该还有六个月左右 伊朗已经有能力 自己提炼到有二三九 自己做到核弹 因为核弹很容易做 我和你都做得到 很简单 是那个原料很难搞 对 就是说 如果伊朗有核弹 其他会怎么办 因为 以色列一定是不行的 一定不允许 所以这个情况 无论他们表面是怎样说法 怎样要negotiate 怎样要和平解决 我想全部是骗人 但我提一提 你不要想要核弹很大件 现在核弹很小件 等于我们现在 这张长台大小 三个人就可以搬走 放在车上就可以了 是 如果 你根本是没有办法 能够做一个手术斥切割 如果他老修成路 将核弹很容易运 运到哪里 运到哪里 大家都不行了 总之 如果伊朗一旦有战争 会牵连到很多其他大国 包括苏联 中国也有可能 所以 牵一发而众全身 这些全部都是taking time bomb 你说奥巴马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东西 我看绝对没有 100%没有 因为这些不是到他的 不是他来做事 所以 亦有些人说 亦是一些conspiracy theory 就是说奥巴马也很可能 是被人专专摆上台 是 等他来做一个代罪羔羊 到时大件事一爆 就是他 手当其冲 是的 就是他当劲当时爆的东西 就是他 这是一个可能性 不知道 是 那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分析 起码 和各地的传媒的分析 都看到 就是 奥巴马所提出来的那些 观点 解决问题 其实都是只是看到 问题很表面的 是不像美国另外一位 参议员 那个参议员 那个参议员 传媒的 犹太人控制的传媒里面 其实没有人想他突围而出的 但是最后最后 其实在我们的香港更好大行动 经常想说 我们人类的问题 在过去都希望有些所谓 偉大的领袖出现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人类的偉大领袖出现过无数个 但始终人类的问题 都是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的 所以我们的香港更好大行动 经常很强调 真正将来解决人类的问题 香港问题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能不能够做少少事 好了 时间都刚好 希望下个星期我们会再继续